国产卡车长这样 你敢相信吗 没有前导流罩 没有后视镜 没有油箱 没有后处理 没有排气管 副驾驶侧打开 是一个电磁炉 水龙头 案板 还有厨具 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在这边做好饭 端到移动的客厅去吃 既安静又没油烟 又显得仪式感满满 而且这台车还自带 烘干功能的洗衣机 大家再也不用蹲在服务区 用凉水洗衣服了 再也不用拉绳晒衣服了 大灯和尾灯的设计 就已经够前卫了 再加上客裙版的包裹 妥妥一台未来新建呀 这车是新能源动力模式 什么国籍排放啊 什么油炮呀 你都不用考虑 这可能就是 未来三年后 国产重卡的样子 这台远程星汉H 搭配多种新能源动力模式 比如纯电换电 增程换电 甲醇片混动的啊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考虑 传统的采放标准 只要它能跑 你就可以一直开下去 卡车不仅是赚钱的工具 也是移动的家 各位卡友 这样的车满足你们 对未来国产卡车的想象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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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